大家好,我是三喵,一个有温度的学渣,咱们现在一提到美国空军,那是各种高大事,甚至在整个蓝星上面都已经没有对手,已经要吊打外星人了,你看那电影《变形金刚》里面,不是号称的是美国空军的招兵宣传片吗? 其实美国空军变得这么厉害,也才是最近几十年那事,几十年之前,越南战争那会儿,美国空军的装备在当时不可谓不先进,但是被弱小的多的北越空军打的那个是灰头土脸,你看这空军领导人,一见一见,换过多少人了,换汤不换药,改过不辣,脸都不要了,那么美国空军在越南战争之后,的确是发生了一场蜕变, 而促进这场蜕变的人物啊,叫博伊德,以及他背后的这个小团队,叫战斗机黑手党,那么这战斗机黑手党,他有什么故事呢? 今儿啊,咱们就来聊聊这其中的事情,那博伊德啊,他自己是美国空军的一个少校,在朝鲜战争的时候驾驶F86战斗机参战,他空中格斗技术非常高超,战争之后在内利斯空军基地啊,担任这个空中格斗这个教官, 飞行格斗技术,人家号称是40秒博伊德,什么意思呢? 就是别人的飞机在6点钟方向,咬住他的尾巴之后,他能够在40秒之内,反杀一个钥子翻身,铁板烤机,跑到对方的飞机后面,反咬住对方, 他跟别人打赌40美元的赌,在内利斯基地这么长时间,他从来没有输过一次赌局,可见他的空战技术是如此的高超啊, 但是他空战技术高超归高超,但是在美国空军内部有很大的尴尬,只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当时的美国空军那是为了打核大战准备的,要么用核弹把对方炸回到实际时代, 要么去用高空截截机防止对方把自己炸回到实际时代,那空中格斗这种要素翻身有什么用? 已经没有什么用了,所以在当时美国空军这种空中格斗的训练非常疏忽,这是第一点原因, 第二点原因,在当时空中格斗这个东西还被视为是一种艺术,叫什么呢, 可议会而不可言传,没有办法定量,柏伊德是很厉害,但是你的成功不可复制, 所以这一切也只能是一个传说中的神话,那么后来,当美国空军卷入越战之后,就发现蛮不是这么一回事, 为什么呢,因为北越空军他的体型较小的战斗机,闪转腾挪这种空中格斗,给美国空军造成了很大很大的损失, 而与此同时呢,柏伊德是把他自己的这种在空军基地的这个经验写成了一个战斗机格斗手册, 这个格斗手册空军内部很多人不待见,但是他还是把这个手册发行了, 再往后,柏伊德他自己去申请空军的奖学金,去到这个大学里面进修,学这种物理工科, 那学物理工科的时候呢,他自己被这个商这个概念啊,就是热力学当中这个entropy这样一个概念所着迷, 那么他把这个联系到空战,创纪录的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单位剩余功力理论, 就是我可以定量的来衡量两个战斗机,哪个好哪个坏,那什么呢, 就是推力减阻力乘以速度出于重量,当然为了得到这个, 他也是在这个空军的计算机上面,做了大量大量的上机这个实验, 那那会儿的计算机不比现在的计算机, 咱们现在你一开电脑随便就去打字,就去做演算了, 可是当时那个计算机非常的昂贵, 你还得这个穿拖学,戴上那个头罩, 你还得申请上机实验, 那么当时柏伊德是找到了空军计算机中心的这个克里斯蒂, 他管这个计算机, 你刚好克里斯蒂对这个也非常感兴趣, 就允许他用了几十万美元的上机实验, 然后鼓刀出了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柏伊德搞出这个东西之外, 还搞出了这是针对飞机, 还搞出针对飞行员那个东西, OODA循环, 这个OODA呢, 观察observation,orientation,调整, decision,计划,action,行动, 这样的一个圈, 你要想在敌人前面, 想的越快, 那你的这个在空战当中能够存活的概率就越大, 那么当时柏伊德搞出这些东西之后, 空军内部管他叫离心叛道什么玩意, 而且你在盗用空军的上机时间, 我不去追究你这个独职, 就算不错, 可是柏伊德写下的针对飞行员的这些小色子, 而且非常细心, 针对每一个机型, 你应该做什么, 柏伊德都已经考虑到了, 后来在越南战争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么一幕, 当时一队F-105雷弓战斗轰炸机去空袭北越的时候, 就遭到了北越的米格时期战斗机的这个截击, 我们知道这个F-105它很大, 很笨重啊, 那这个时候你无论是加速还是做什么动作, 都没有办法摆脱这个米格时期, 所以四驾F-105两驾被当场击落, 一驾被打重伤, 另外一驾他的飞行员想起来, 柏伊德好像跟他讲过, 你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拉一个横滚, 于是他就拉着飞机去坐了一个横滚, 于是奇迹发生了, 追着他的米格时期杀户车一下跑到了他的前面, 要不是这个飞行员没愣过神来, 当时就可以抠动金号班机, 就能够给自己加一个战果了, 于是这件事情越传越深, 柏伊德成了空军里面飞行员的大救星, 那由此名声在外, 所以到了后来, 柏伊德本来是要给调到泰国那边的空军基地, 去参加越南战争的, 那现在一直调到一块, 来来来, 你也甭去前线了, 你这么有本事, 你提出这些东西, 你来帮助空军来改进下一代战斗机吧, 当时空军的下一代战斗机, F-X, 从名义上讲, 它是一个F-111的翻版, 这个F-111是一个变后略异的飞机, 它不像海军的F-14那样, 它是更前一代, 又大又笨重, 当时是设想的, 它既是战斗机, 又是轰炸机, 什么活都能干, 然后什么活都干不好, 那么博弈德在华盛顿, 就有一次在酒吧里面, 遇到了通用动力公司的希莱克, 谁呢, F-111的设计师, 这博弈德也不客气, 这有本事的人往往就不客气嘛, 直接就对着希莱克发表了, 你他妈设计的这玩意儿, 也他妈的算战斗机, 你这个他妈的算什么东西, 于是希莱克当场差点就跟博弈德打起来, 但是他们两个后来, 毕竟都是有真本事的人, 英雄系英雄, 这个希莱克终于为博弈德说, 对, 您说的对, 我设计这F-111的确什么东西都不是, 那么F-X这个新战斗机, 一定不能再走从前的老路了, 当然这个博弈德和希莱克这些人, 在联合着华盛顿的几个志同道合的空军的一些将领, 和这个孝级军官, 他们形势隐秘, 平常干什么事, 周末我们约个汽车旅馆去讨论一些什么事, 于是经常被人称作什么, 战斗机黑手的, 这名字这么来的, 那战斗机黑手呢, 拿到这个F-X这个设计计划之后, 大部分都已经框定好了, 几乎是木已成重, 那简直就是F-111的翻版, 而是变后锐翼那么大, 那博弈德干了第一件事, 就给他减重三十多吨的重量, 我这个天, 这玩意你上天之后很笨重, 减到十几吨行不行, 别够了别意, 不用行不行等等等等, 但是空军也是说啊, 你看这都已经沉没成本了, 我不太好改费, 几斤妥协之后, 博弈德也还是对他进行了很大很大的修正, 这就造成了美国后来的F-15战斗机, 这个战斗机黑手呢, 小事牛刀之后, 算是得到了一点点成果, 但是不够, 因为这个东西本质上是妥协, 不是完全按照博弈德的想法来的, 博弈德想, 我真正要按照这种能量机动理论, 打造一下梦之战斗机, 所以啊, 他跟希莱克实现排练了一个双簧, 去说服空军高管说, 我们除了F-15, 就是F-X这种重型战斗机转, 我们还需要一种轻型战斗机, 那这种轻型战斗机应该就有什么样的特点, 那博弈德质问, 希莱克一个一个的, 去回答这些质疑, 他们两个的双簧在空军高层面前, 演力以后空军高层不得不心服口服, 所以这个轻型战斗机的计划就得以批准, 在这个计划当中, 战斗机黑手党都以全方位的, 把这个能量机动理论给用了进去, 那么到了后来, 参加竞争了两架原型机, YF-16和YF-17, YF-16是通用动力的, YF-17是这个诺斯罗普的, YF-16后来中标之后, 变成了大名鼎鼎的F-16战斗机, 这飞机的名声我就不用多说了, 北约国家空中力量的脊梁, 而YF-17虽然它当时落败, 但是后来海军看中了它, 变成了F-18大黄鹏战斗机, 现在变成了超级大黄鹏, 一统美国海军航空母舰的加班, 也就是说, 博伊德战斗机黑手党, 凭借这样的一个剩余能量机动理论, 整个打造了美国空军海军一整弹的梦之队, 而这样的梦之队, 直到现在还在美国全球的威慑力量当中, 发挥着核心骨干中间力量的作用, 它一个人一个小团队, 改变了整个历史, 当然这个战斗机黑手党博伊德, 他的所有的这些东西, 应用绝不仅仅是飞机射击制造, 尤其是他的这个OODA, 观察决策, 观察调整决策行动, 这样的一些东西, 那除了分析员能用, 我商业决策能不能用, 我的这个其他的军队能不能用, 美国海军陆战队, 就是靠着这个OODA去精简, 他的军队的体系, 要求所有的东西都能快速部署, 不仅如此, 硅谷的很多大公司, 你像微软, 像这个Orako, 甲骨文等等都, 也都在陆续采用博伊德的这种OODA工作法, 现在你去看什么商业的那种培训的教材里面, OODA已经是一个很被推崇的流程, 而这个流程谁提出来了, 美国空军的风子少校, 博伊德, 所以在博伊德1997年去世的时候, 空军对他非常不爽, 但是美国海军陆战队, 对他进行了非常非常高的报价, 甚至在他的这个棺材上放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勋章, 真的是一个传奇人物, 那么战斗机黑白鸡的故事, 咱们讲到现在, 也就可以告一段了, 我们说这个虽然是一个人改变了美国空军的发展历程, 有其偶然性, 但是也有一定的必然性在面, 美国空军很不喜欢博伊德, 但是给了他机会, 让他去大学进修, 而且给了他机会, 让他去施展才华, 有此之后, 才有了美国空军的脱胎换补, 才有了美国后来海军陆战队, 美国商业, 他的一次大规模的跃升, 所以啊, 这人才各国都有, 但是像博伊德这样的人才, 您能想象在纳粹德国那样的体系当中, 能有出头之日吗? 您能想象在苏联那样的官僚体系里面, 能有出头之日吗? 所以啊, 博伊德和战斗机黑春党, 固然是个人奋斗的故事, 但是也是美国梦的一个小小助教, 好了, 关于战斗机黑春党, 咱们接着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我是算编, 一个有文度的学家。